大家好啊 昨天就是来了这个梅西啊 看到的这个黑色星期五 这些东西都不便宜 那现在冲胀很厉害 不断飙升 这个买房子的这些贷款呢 利率也是好 在在往上涨啊 所以今年这个所有商品 商品都涨 黑色星期五呢 是美国各大商家 打折促销 吸引消费者 选购廉价又稀疑的乡 Maisy这个竹枪都好漂亮 但是我已经做了一支专门分享 是这部写了 进来了Maisy 我首先是看到这些手带 这手带不便宜 百分之五十二伏也要 四百元 价格八百四百啊 百分之五十二伏也要好几百啊 也不便宜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鞋子 就是刚好鞋子要买买新的皮鞋 家里没有 我家里的皮鞋都走路磨磨损了 现在要买新的 刚好买了两对 打了只有两百多啊 两对一对长的一对短的 晒一下晒一下我的鞋子给你们看一下啊 美国消费者越来越精打细算 一方面由于薪资缩水 负债攀升 另一方面来自通胀高企带来的物价压力 穆迪分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家庭10月在相同商品和服务上的开销 相比去年同期增加433美元 但今年前10个月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平均时薪缩水了2.8% 美国劳工部11月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0.4% 同比增长7.7% 支出增大 收入减少 令美国消费者购买力大幅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家庭债务总额今年第三季度 暴涨3510亿美元 是2007年以来最大增幅 密歇根大学日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环比下降5.2% 同比下降15.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期一项调查显示 67%的受访者表示因为通胀难以买到新一支物 69%则担心经济衰退会限制消费能力 调查还显示通胀对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消费者日子不好过 商家也倍感压力 从数据来看 不少机构预测今年假日购物计销售额同比将有小幅上升 但如果将通胀率考虑在内 实际销售额或不及去年水平 零售商纷纷表示 食品和汽油价格上涨令家庭预算吃紧 导致玩具、家具和小家电销量不及以往 不少零售商下调了对今年假日购物计的销售预期 梅西百货首席执行官杰夫金尼特发现 10月底以来 顾客普遍只逛不买 沃尔玛首席财务官约翰·雷尼指出 由于储蓄减少 很多低收入 美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负担不起 更不会购买非必要商品 美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负担 美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负担 美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负责 美国人连生活必需品 美国人连生活称 美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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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ler 僕の利 Shrimp 和知道 筷子 清洗 淀粉 洗 зал入 sheet 作词 作曲 文化 成统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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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milj来